王国之类玩起来太上头 玩累了就睡 醒了就接着玩 我这根大拇指 每天都很酸痛 从旷野之息到王国之类 我们等了六年 游戏里的时间也推进了几年 整个海拉鲁大陆经历了大改造 多了好多新东西 林克也从勇敢征服旷野的小见识 变成了自如掌控世界的小霸王 唯一不变的 也是我最喜欢的 是他依旧是那个鼓励好奇心和冒险的 让人停不下来的开放世界塞尔达游戏 这次重回海拉鲁 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个跟不上时代的老奶奶 相应未改 并茅催 故土还是那片故土 但科技日新月异 这微信之父 咋用啊 王国之类最大的变化 就是四个新能力和新地图 它们直接让解题思路 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旷野之息和之前塞尔达里的谜题 需要我们去找到那几乎唯一的正确答案 问的是答案是什么 而王国之类只会提供一个参考解法 我们需要问自己的是 我的答案是什么 所以这次玩起来 大体感觉就是 你觉得可以的 试一下 果然可以 你不确定可不可以的 试一下 既然可以 上网看看其他人的 这都可以 新时代就要有新科技 王国之类淘汰了所有西卡族科技 万磁王 冰柱 炸弹和时间暂停 全部换成了佐拿乌族科技 将武器盾牌箭矢和任意东西进行合成的余料建造 能举起一切的万磁王升级板 揪击手和从时间暂停变成时间倒流的倒转乾坤 还有可以从任何天荒板一路穿到房顶的通天树 有了这些高科技 加上我林克超高的智力 和侠客精神 配合起来就完全打开了新世界大门 余料建造 在大部分情况下 这个系统只是取代了以前的武器系统 过去从宝箱可以开出不同属性 不同攻击力的武器 现在我们会用捡来的基础武器 跟各种素材进行合成 来获得不同效果增加攻击力 理论上都可以合 实际上常用的就那么几种 随处可得的锤子 斧子 加了怪物角或者小boss掉落物的剑 舍不得自己合成的宝石魔法杖 但偶尔会有一些非常酷炫的合成 比如火龙盾 举起就能喷火 是我最喜欢的盾 再比如用矿车和盾牌合成 盾牌就变成了滑板 还能完美卡在矿车轨道上 再比如和火箭弹簧炸弹合成 可以用来原地起飞 都是那种发现能行 很惊讶 但是仔细一想又很合理的设计 而且它们都能够让探索更自由 很塞尔达 但大部分时候 我都不和自己的佐纳乌扭蛋 因为我抠 这次新能力的真正主角 绝对是揪几手 能拿能沾的 能做火箭 分段式火箭 轰炸机 大型对龙飞行兵器 还有 这是什么怪东西 不过对于实际玩游戏的我来说 这些高达什么的 其实离我的体验很远 因为我在游戏里 做出来的都是这样的东西 即便如此 自由的搭建还是很好玩的 尤其是一些运送哑哈哈的新谜题 这些倒霉走散的哑哈哈 需要你们来把它送到同伴身边 因为他们 我实在走不动路了 比以前捉迷藏的还要恼人 因为他们背上包 就是球铁 会滚啊 这些新的哑哈哈 就是鼓励你自由发挥 揪几手的能力 感觉游戏考验的不是你的技术 而是你的道德水平 只在附近摆了一点点道具 提示一下 具体是端着去 坐车去 火箭去 拖着去 呀哈哈那命也是命啊 每个人解法可能都不太一样 不存在错误解法 只有你的解法 有的时候 我会在某些地方卡上很久 会感觉很难 但也很有趣 也从来没有觉得 游戏想阻止我这么做 或者我不该这么做 这是王国之类更开放 更鼓励多元和个性的地方 过去的塞尔达解谜 是通过引导你 学会解题的思路 让你觉得自己很聪明 现在的王国之类 则是通过鼓励你寻找自己独特的解题方式 让你觉得自己很有创造力 另外一个能力和揪几手配合的很好 就是道转乾坤 道转乾坤单独用的时候 只能解一些特定的谜题 或者用来爬到高处 感觉用处很具体 但是配合揪几手 那就 说到底 道转乾坤和通天树都是主要用来位移 曾经在旷野窒息里遭了不少跋山涉水的罪 导致我对海拉鲁的高山还是充满敬畏的 现在在王国之类里 上天入地清净松松 有一万种办法可以去到各种地方 这也让我对海拉鲁更有掌控感了 主线部分进步也不少 除了神殿设计 让我觉得很惊喜的地方就是BOSS 终于不是各种概农的分身了 BOSS都是独特生物 有自己的风格 战斗方式和神殿主题吻合 配合上史诗级的新BGM 太帅了 至于缺点 我玩到现在只能挑出来两个 第一个是帧率 我感觉Switch这匹老马腿都快跑断了 还是没有办法稳定30fps 这应该不能说是游戏的缺点 应该是Switch的缺点 话虽如此 和Switch上其他开放世界游戏比 王国之类还是太漂亮了 就从这个远景的渲染距离 我觉得就应该给任天堂 企划制作本部一点掌声 实在是优化到极限了 第二个 就是很多时候感觉操作 还是有点繁琐了 要实现这么多功能 感觉所有手指的 所有组合按键都用上了 得见翘炎的概率 蹭蹭往上涨 玩久了 连过对话我都在想 要是能够用摇杆过就好了 大拇指是真的按不动了 不过这些小问题 任天堂绝对可以靠Switch 后续机型来解决 快出吧 还有一个大的变化 就是新地图 我管它叫新地图 其实它和旷野之息的 海拉鲁地图一模一样 但是进行了大改造 多了深度 天上 地下和山洞 山洞我觉得加得很好 让原本光秃秃的山脉 有了更多的秘密 像小时候买的蚂蚁工房 有了纵深 立体了好多 偶然发现 感觉很惊喜 配合着纵深 这代最简单粗暴的新技能 通天术就很有用了 让所有纵向移动 变得非常轻松 我一有机会就想用用 现在想起来 整个王国之类的喧发 似乎都只围绕着空岛 我确实也很喜欢 秋天黄夜的视觉风格很漂亮 还有一些地形谜题很有趣 而且空间还挺大的 造个飞机可以一直待在上面 玩很久不下去 但是任天堂 你怎么没有提前告诉我们 地下还有那么一大片 地底世界呢 乌其马黑 音乐也很恐怖 矿向长了眼睛 还有高山药盘 太阴森 压力太大了 每次下去 我都要做好充足的觉悟 不过地底世界还挺适合刷的 内容很多 在这么可怕的地下找宝藏 成就感确实比地面强多了 这些大改造 实打实地让游戏内容更多 也更天马行空 但对我来说 王国之类最让我放不下手柄的地方 其实还是它和旷野之息 最接近的部分 我发现我最喜欢的 依然是这片大陆 和大陆上生活的人们 虽然几年未见 很多人的名字我都想不起来了 当然对方也不是马上就能认出我 但是这种曾经相遇过的熟悉感 还是第一时间就迎面向我扑来 看到英达和英达的舞蹈 还是能让我一下笑出来 看到丘利从baby鸟 长成了独挡一面的小英雄鸟 真的感觉时光飞逝 甚是欣慰 我最喜欢的任务 依然是帮各个村落里的村民 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小烦恼 这些会让我觉得 我也是这片大陆的一部分 当然我更喜欢旷野之息 那种孤独的冒险感 漫无目的 随性奔跑 草原的风迎面吹来 人 马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 王国之类虽然不孤独了 但它依然具有那种永会呼吸的世界 把玩家牢牢地吸引在游戏里的魔力 比如在学校下面的农田里种菜 不用篝火改变时间 慢慢等作物结出果实 会让我感觉到收获的幸福 远远地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东西 决定去一探究竟 但是走着走着 就被路边的支线 呀哈哈 敌人秘密洞窟吸引了注意 忙活一个多小时 完全忘了出发前是要干嘛 然后开始制定新的出行计划 如此循环 我的王国之类游戏体验 基本上就是这样 循环个一百次 像猫一样 随时被眼前有序的东西吸引 太快乐了 如果说旷野之息 给了玩家真正探索的自由 那么王国之类 就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解谜的自由 不管是哪种 重点都是自由 都是围绕 给玩家更多的选择 和尝试新事物的自由 任天堂希望让我们感觉到 自己不受限制 只要玩家想到 觉得应该可以 游戏就去实现这种可以 这种自由 当然也包括了 不造高达的自由 究竟用现成材料做个标准载具 可以 用最少的材料抠门过关 可以 花一个小时笨手笨脚 做了个用料复杂 原理简单的怪怪装置 当然可以 我知道有好多朋友 因为网上频繁出现的 高工业水平整活视频 搞得有点焦虑 觉得自己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这个真的完全不需要 就像旷野之心那样去玩 也可以感到快乐 这也是这个游戏自由的一部分 其实我个人就不太需要逃客 琢磨出题人的意图 对我来说也很有满足感 我也不喜欢做坏事 欺负NPC 我很希望把这个世界当真 慢悠悠逛街散步 做好人好事 不去当灾恶领客 也很好啊 不论你想怎么玩 游戏都会为你展现 这片大陆最本源的 那种独特的生机勃勃 和最迷人的风土人情 没有焦虑 快乐游戏 在海拉鲁 做什么都是对的 都不应该被人指指点点 这毕竟是每个人 只属于自己 只有一次的冒险啊 目前我大概体验了游戏 一半左右的主线 我觉得我正处于 王国之类体验最好的阶段 还有那么大的世界 等着被探索 那么多的秘密 等着被发现 充满期待和希望 好了 我要去继续探险了 回见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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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